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常一个导演他是这样 等于一个艺术家 创作到一个阶段 一个境界的时候 通常都会出一本书 你看北野武说北野武 然后小金 安二郎说小金 都是这样子 所以一个导演 当你看到 出比方说你跑去书店 突然看到一个自己的书 马家辉说马家辉 有人编这样的书表示你成了 你已经到了大师级的地步 你这话说晚了吧 他现在才成吗 他早就成了 那不用 这两年我觉得 徐安华的导演 你的作品 我说在电影圈的位置 要到了另外一个境界 评审委员会主席说的话 是吧 真的 我不是当着你面说 当然也是当着你面说 我最近是有一个雄心 我准备找来你的全部的电影 看一遍 这是很大的雄心 从最早年 如果我能找到的话 有些是带着回味的心情看 要看的就是那种味道 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 因为我想起半生元 我也看过 是吧 但是你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听很多这个研究电影的人讲 就有一段时间 好像走入低潮 这是好听的说法 不好听的说法 就是说拍了一些烂片 有一些年 但是我不明白 同一个人拍一些 怎么会烂片 就是说自己不是自己控制的吗 这是有时候控制不了 控制不了 失控 会是这样的吗 那你先说你同意 那是烂片 因为我们前好像几个礼拜 有跟其他嘉宾谈到你的电影 我跟文涛都讲了说 对同意说 有些片看起来好像 我觉得应该不是许安华拍的 搞不好是买你的名字来放进去 那电影不太像 我不敢说 我不会 我当然不太想认识烂片 如果说是烂片是自甘堕落的 不管怎么样拍的 我还是很努力 只是一个不成功的骗子 可是不是可以的把它拍坏的那种 就是 就是 可能还没达到目的 没有 有 有 有缺失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 你还是说 这个好像也是李商尹 过去有首诗叫做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枉然 会不会导演会有这种情况 你还是曾经说过一句话 说实际观众是最清楚的 你这个电影是好是坏 只不过观众说不出为什么 说不出这个 所以导演会不会有的时候陷入一种一种迷宫 还是一种一种什么境地 就是说 他也在拍 他很认真 可是他掉进去了 出来之后 大家一看 其实挺烂 或者说他自己拍完之后 跳出来看 发现没拍好 通常我都知道的 因为我不是那种成才的导演 能写剧本 能掌控 就是那个摄影 各部门的 我需要一组人 就是大家努力合作 那么尤其是我特别需要一个好的剧本 也许是适合我拍的剧本 那么我又很不自量量力 很希望试试看别的题材 那有些题材我是有点名字过分的 像说男女情欲的戏 我是不懂拍的 不懂拍吗 我感觉我是 我自己都觉得不大敢提这些在话题上就别说拍了 可是我又要试试看 那就不许跟自己开玩笑 没办法得心应手 可是你刚才说你需要一个好的剧本来拍 对 可是我听说像《天水围》那个剧本 人家交了一个剧本出来 其实最后九成都被你改掉了 没有没有 最前你一个好剧本干嘛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吗江湖传说是这样 没有没有没有 我是按照剧本 应该剧本应该百分之最少八十是完整的 就偷来出来 那太好了 那还那个编剧一个公道 因为我参与了一个内地很重要的评审 我记得里面提到那个剧本 最佳剧本 要不要给那个编剧 这有人提出过 根本是百分之九十是改掉的 不应该给的编剧 没有 没有 肯定不是 偶尔拿作品车来作证 是是是 那这个导演干什么呢 当然就是集中人家最好的东西 然后聚为己有 你就是等于说这个对白 什么的 基本上都按照这个剧本 你你你不去在现场让他们调整 或者这样不舒服 换一个说法 小很少不太多 那我我小时候啊 其实跟文涛一模一样的想法 我觉得一个电影啊 因为我们看电影都知道啊 不管什么制片的名字啊 大公司的老板一直打字幕出来 最后一个字幕是谁 一定是导演的 对不对一定是徐安华 陈可欣 谁谁谁 导演 因为电影属于导演的嘛 那我以前就有这个问候 为什么要导演不是编剧呢 编剧才是老大嘛 有好的故事写得出来 那导演干嘛 导演只不过把编剧的故事呈现出来 那后来我想法全部改变 因为它剧本啊 其实写说整个对白是怎么样 情节怎么样 或许有些分长 可是基本上如何用电影的语言来呈现 这是导演要干的事情 这个就是艺术创作的最重要的部分 能够这样理解电影吗 嗯 也可以 也可以有所保留的 因为一个剧本其实很重要 嗯 导演负责的都是说不出来的部分 但是我倒是很想知道 因为你呃 自己不知道是不是有坚持的心情 但是看在别人眼里 好像是一路坚持在拍这个作者电影 就是自己想说啊 自己有感而发的这么一个 甚至是啊 是个编导演的 什么自己都一脚踢的这样的一种 不是那种娱乐工业式的 分工制作的 还一直你是拍的这种作者电影的东西 而中间也经历过咱们说的这个烂片时期 哎 就是比如说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过这种迷惑 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最绝望的时候 会是什么感觉呃 会有什么转行的想法 或者是怎么想怎么走下去 在那个阶段会有什么心境 嗯 你 你不 感觉不是想想那么坏的 呃 就是像我说在老人院 你以为他们感觉很坏 其实还是一天一天的解决一个一个的问题 然后活下去 嗯 呃 比如说担心不担心 找不到钱怎么办 或者说这个 找不到好的演员 这个怎么办 一直都是这些担心啊 好的时候跟坏的时候 不过不同的 的分量 就是 比如你的 呃 你的治愈好的时候 你会担心 哎 有没有两个 有没有选错 可是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就说有没有 是 都是 其实都是问题 我不 我不觉得就是 就是像两个天地这样子 我会担心 其实你 因为文韬提到低潮 烂片时期啊 你最低潮是在哪个阶段的创作 因为在天水为系列出来以前 我听过好像看报纸吧 有人说 举例说你看香港导演多穷都没饭吃啊 嗯 你看许安华 想拍个片 十年没有钱给他拍片啊 对 很多这样的说法 嗯 最困难是哪一段的创作时期 嗯 我感觉应该是从拍那个 呃 呃 拍完那个《清晨之亮》 清晨之亮 好久了吧 一九八三年大概到拍《女人四十》之前 我是自己的感觉最低乐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刚好其实是香港电影最蓬勃的时候 大家都啊 就是疯狂的每天拍两三组戏 当然一年拍三部到五部 我最多一年拍一部 然后觉得哎呀怎么我拍那么慢 什么为什么我老是觉得自己拍的慢 又不是特别好 感觉很坏 就别人的这种这个风头火势啊 会不会对你自己造成一个压力 会啊 因为人家就说为什么你拍那么慢啊 这样子 真是 有点棺盖满精华 私人独憔悴了 因为人终归是自己环境的一部分嘛 你非常不受影响的 真的真的 这个咱们先取下广告来说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推进去 《枪枪三人行》 挑战满精华 尽量一种 每个人都没那么久 多美与美与美丽 到中国的百合自 给你良心的观众 恢复一眼 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 一赫兹好变形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当然这个看电影就对这个你这个人有很多好奇 比如说你生活里除了拍电影之外 你平常都是什么样的 平常不拍电影的时候你每天都干什么 我很忙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忙着干什么呢 我好像每天都在到处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忙着谈你应该听说导演都花蛮多时间跟人家谈故事谈剧本的吧 对找资料到处谈 而且我很喜欢就是比如去找我对那个题材有兴趣的找一些人来 可能没有直接关系可是谈 这样子 对我也接过许导演两三次电话 家伙家伙我现在想拍一些题材 你那边有没有材料有没有了解 那我刚开始非常热心嘛 好我们见面聊天 我先讲然后就跑下去谈了一个下午 可是跟导演谈天你有这种感觉吗 你跟冯小刚他们非常挫折感非常大 为什么 你根本他们讲了一大堆的故事 最后他们一定可以跟你讲了一百个理由不能拍 对不对 可能政治敏感可能浅不够可能没有适常 那就这样 所以接电话我接了他三四次电话 接到后面两次我都不太愿意出来 对不对 比如说谈天谈谈谈完没有结果 因为拍你们同时手上有好多题材去选择是吗 对也不是那么有目的性了 就是随便去谈一下有可能有用这样子的 然后看书等等 您说您是跟您的老母亲在一起生活 你做饭吗 我不做饭 我们有一个佣人她做饭 给你们两个人做饭 对 那你平常跟母亲话多吗 普普通通 也有话 也有话 那你平常自己都会看些什么书呢 我对她这么好奇 我最近在专攻那个齐亚哥医生 齐 齐亚哥医生 帕斯特纳的那个 我十年前看了一遍 呃 是看中文翻译本 那么现在我要看英文翻译本 然后还看了同时接了几部 同时期的有些是讲她 她的那个批评的那个大大二十多年 几十年的批评的一个 呃 呃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特别现在重看这些书 你想拍 内饰的题材时代还是 摩斯上 我是想知道 呃 呃 我记得那个戏是怎样的 然后呃 再重新再看那本书 然后我 我觉得 哎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看那本书 我觉得很奇怪 说不出那个感 感觉 因为他们都说 他不像一个传统的小说嘛 像一个叙事是 所以那个结构 一点很特别 所以想拿回来再看 所以啊 你看他这个人呢 平常他们说 呃 背这个购物袋 自己就打地铁啊 看着就是这样一个 像个甚深是这样的普通的主妇一样的这样一个人 可是实际上呢 从你拍个电影里那天我们还在讲到这个陶姐啊 我就觉得这个这个格啊 照我个人的这个感觉来说啊 格真的挺高 我所谓的格是什么呢 就不是那种特别煽情啊 或者说是我们叫撒狗血啊 是吧 而是这种能够做能够这么含蓄 甚至是平平淡淡当中啊 能够让人觉得有这个特别的特别的感人 特别动人 这个啊 需要你自己这个 这个情绪上特别投入吗 比如说在拍这个电影期间 是不是你自己也处于一个心绪起伏的这么一个情绪 情绪很容易投入的一个过程 或者说像有些演员 拍完戏之后很长时间还沉浸在这个陶姐的这种自我感觉里 或者说这个剧情的这种情感里 导演会是这样吗 这个我觉得人人都不一样了 然后我自己这个每一部戏都感觉不一样了 这部戏很奇怪 我很投入可是很冷静 我并不是搞到很兴奋啊 也许很紧张啊 我就说一件一件一件的做 不行也没关系这样子 有时候因为有一个细节弄不好 你会发半天的愁 那我也没有 我说这个不行我们就做这个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子很好过啊 那我还以为拍一个戏 尤其是比较好的戏啊 很痛苦 如果有这样的经验 我真是不怕拍戏哦 其实许导演蛮投入的 拍完陶姐之后 顺便最后就楼了一个床位给自己 然后那个老人院说不用不用许导演 我们送一个荣誉 荣誉床位来这个靠窗户的楼给你 你说你将来要去老人院 你是对这个这个姓林老人院感兴趣吗 我都没关系 这个可以的 不过听说政府的那些地方比较宽 宽大一点 宽敞一些 所以我发现呢 也确实就是人到了某一个年龄啊 会不会对于这个老或者说将要到来的 这个老和病啊 产生一些什么担心 我真是不是将要老 是确实是已经到了 才65吧 已经老了 你真可以去什么 找找票啊 去办公室登到养老院 还是什么 所以我怎么讲 我觉得 你刚才是我们怎么 就会会老啊 会会有担心 或者有有害怕 到时候不知道怎么怎么应付 现在已经老了 所以现在也不害怕 不害怕 你比如说 我还是就是说 我总觉得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呢 就总会觉得啊 哪怕是有子女啊 也不愿意就说 我们上面养老 我们尽最后一代的责任 下面 我觉得我的很多朋友也是这样 不希望再成为将来子女的负担 甚至就是说 我自己打算好了 甚至说 我自己存笔钱 到时候我就进养老院 大不了我要有钱 我雇一漂亮女护士 就专门伺候我 反正就是说 要自己安排自己 对不对 想得好仔细啊 想得很仔细 是对确是 我们我这个年龄也是中年嘛 快五十了 明年五十这样 也是跟一群我同年龄的朋友讲好 跟老婆协议好 那我养了你四十年 以后我没什么要求 你养了他四十年 以后我再老上去 又养了他四十年嘛 当然养了二十年 二十多年 再过十来年 我老了 然后我说我对你没什么要求 唯一回报是你一定要给我找个二十八岁的女护士 做个轮椅 她来推我 然后要身材要好的 她可以在背后顶用我 跟她讲 那我老婆也有良心 好 二话不说 没问题 对啊 对啊 你比如说将来啊 好比说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真进了这个养老院 又不是子女啊 那要接受别人的照顾啊 甚至你可能不能动了 我觉得其实我的 我的感觉 我不是专家 可是不是因为拍了一个戏 就是专家 可是我有两个体验 我的两 一个就是你要认老 认老 你不能老是觉得 你还能像以前这样子 还老把自己跟二十岁比 那你就很痛苦 你现在如果不能做什么 你就干脆不做 然后不想他做别的 就好了 另外一个就是 我觉得不要那么骄傲 老实说 我到时候不靠子女 我不靠朋友 我要自力 我觉得 还是滴滴的 上我们广东人说 你们 最好 我搬到地铁站附近 然后旁边有一个蛋糕点 你们来看我 记得带蛋糕 对对 该让人们都笑解 还是得让人笑解 然后人家来帮你 你就不要拒绝 因为骄傲 我觉得就好办了 其实隐身下去不只是老年 我觉得任何时间其实都应该这样 不要太较劲 照我们的北方话说 是不是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传承千年量造工艺 历经天宝肚藏 红花薄色 其实我想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因为我看你一直都爱拍电影 不管是市场好市场不好 不管是有投资没有投资 反正就需要拍电影 那么这个东西的影在哪里 就是说拍电影的快乐对你来说是什么 有权利吗 我怕西人说 所以骂人吗 你这怕西人有一百人在现场 也许五十最少 听你话 你为家一喊几十声没人理你 那当然是怕西好了 因为你看我看过那个意大利那个费里尼 他写的这个自传 我就觉得拍戏对他来说 就是一个好像嗨的过程 就他们就发现这个人 一到片场 他就这个整个这个这个 这个荷尔蒙都是高的 就是非常兴奋 就走走走走走走全场 似乎是很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每次完了之后都怅然若失 你是这样一种隐吗 我都没有怅然若失 也没有很嗨 可是我感觉在拍戏的时候 我是感觉比较集中精神 能把自己的能量都集中起来发挥 做别的事做不到这个 因为比如一些东西 你没有突发的事 然后你做一件事 你没有人事关系 所以拍戏是最完整的一个 怎么讲混合的挑战 但是又能让自己完全集中在这个里面 平常你不觉得自己那么有用 哈哈哈哈 那许导演问一下你下来 你现在进行的拍片的计划是什么 认为陶姐续集吗 都没有 其实大家都想就可能很难了 因为我就住在搞几个案子 希望能拍到一个这样子 这哪些也是跟香港有关系的 我有些是香港有些是密地的题材 这个陶姐一大麦票房这么好 是不是以后咱们这个文艺片万岁了 就感觉道路更光明了 会好一点吧 是是是 嘉辉你这个研究香港电影史的 你总结总结 许安华在这个香港影史上是什么位置 那在他面前 还活着 还活着 大家可以说说 许安华基本上很特别的 一个创作的路 其中一个是说 在香港导演 往北发展的过程里面 许安华商队没有那么 厂在前面 好像在内地拍片的 不管管照数量来说 没有很多 成绩也没有很大的 在内地好像我觉得那个题材 商队回来 可是你每一次去拍版图的题材 我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棺文明启示录 我接着您的听过 在我订阅中 我订阅